青年级体育部部长赛沙迪 今天在国会提偿 2019年宪法修正法案一读 将选民法定投票年龄 从21岁降低到18岁 对此在野党重申 支持修宪的两大条件 那第一项条件就是 18岁的国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 还有就是让18岁的国人参政 赛沙迪回应说 政府原则上统一在野党 所提出的这两项条件 青年级体育部部长赛沙迪 今天在国会提成修正宪法法案一读 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 这也是西蒙政府第二次提成修正宪法法案 这项修正宪法涉及修改第119条文 也必须在本季国会 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支持 才可通过 赛沙迪说 接下来的二读和三读 也会在本季国会提成 昨天反对党领袖 以斯迈沙比里指出 反对党国会议员一致认同这项修正案 不过他开出了两大条件 第一 政府必须同意让年满18岁的人 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 第二 必须赞同修正第47条文 也就是让18岁的人 也具有竞选国州议席候选人的资格 换言之 以后的国会议员 有可能是18岁的年轻人 他说 政府同意这两大条件 反对党才会支持修宪 针对此事 媒体今天在国会走廊 就问起几名 在野党议员的意见 胡同总秘书 阿努亚穆沙甚至表示 如果政府无法答应 那他们将提成私人动议 如果他们只是提供 只有部分之一 我们将会拒絶 然后我们将提供 一份资格 到法院 年轻人 太容易被影響 oleh媒体 所有人都被影響 都很容易被影響 好 谢谢 沙拉越山都旺国会议员 纳都斯里旺朱乃迪表示 沙拉越有45%的人 住在内陆乡村地区 因此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 非常重要 画面可见 前首相纳都斯里纳吉 今天也和塞沙迪进行讨论 纳吉随后表示 降低投票年龄 必须确保中小学校园 不会成为朝野政党的战场 武统金纳巴当案区 国会议员纳都斯里邦莫达也表示 自动登记成为选民这部分 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人 懒惰处理登记手续 特别是马来选民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 由决定书 Gamble 岁中央就局